油價要漲 中油預計下禮拜 汽油調漲0.7塊錢 95價格突破30元大關 將會來到每公升30.3塊錢 油價在創三年半新高 週末夜加油站出現排隊車潮 不少民眾要趁漲價錢 先把油箱加買 油價一直漲 物價一直漲 當然有差 加油是全民的 你看油價一漲 所有物價一定會漲 跟大家介紹一下 油價的平穩基礎 這個基礎會本週日公布的 最新油價就開始來試用了 經濟部排版油價還漲政策 希望減緩高油價 對民生物價的衝擊 未來95汽油突破30元就還漲 32.4元以下中油吸收25% 32.5元到34.9元區間 民眾中油各負擔一半 如果油價破35元 政府介入和中油一起吸收75% 還漲機制5月14日正式上路 洞漲洞北的部分要相當的謹慎 所以目前我們暫時還是以 油價平穩機制為主要考量 試算下週油價 預估95汽油每公升30.3元 用實際油價減30元關卡 0.3元進入還漲機制 民眾負0.2元 中油吸收0.1元 售價從30.3元變成30.2元 還漲0.1塊錢 沒有開車的人 當然會覺得可能有點不公平吧 因為他沒有使用到 油價還漲政策並非全民樂見 況且中油還有170多億虧損 還漲恐怕加重中油財務負擔 未來只要油價才30元以上 就會實施還漲 就連油價下跌 也要消費者和中油按比例對分 也就是漲價不全漲 降價時民眾也無法完全享受 謝謝楊千豪 我們就來台湾報導